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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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保健保我們的台電補貼三個單位要分 到底分多少 比例現在還沒有辦法講清楚說明白 台電的虧損兩年加起來五千多億 公務預算也編了一千五百億來去支印 這部分等一下請王美花部長回答 這部分到底現在特別預算還要來去補充多少 第二個另外的一千億提供經濟認 提升經濟認信 這部分的細節我們也都還沒有看到 請問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有什麼辦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把這個所謂的三千八百億的整個 特別條例特別預算 讓你們執政黨透過這樣包裹式的表決 包裹式的審查來去綁架在野黨 再來你們前面的行政態度 這個議題已經吵了一個多月了 發現金的議題可以相對單純 可以針對這一千四百億 先來做相關普發現金的特別條例的審查 相關預算來走立法院 過年人家幫我們都可以啊 那為什麼這個部分不先做 卻是要到最後上個禮拜本來禮拜五要修會 禮拜四才要來押限提出 要求一天就要讓立法院來去做這樣子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表決跟協商 我想這個是行政態度的問題 我是不是請這個主委來就你的認知來回答一下 就行政部門來講的話 這三大部分對我們來講 對今年的施政都是同樣重要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一併提出來 第一個這個有輕重緩急 如果今天我們是要還稅移民 對於經濟果實要共享 這個部分我們同意要加速 第二個在你們的相關的數字跟相關的這個預估上 受到經濟景氣的影響 疫情的特別半導體的這個產業的 引所稅的這個提升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都可以理解 但是超增這已經去連續了五六年了 平均每年都兩千多億 這個數字真的是沒有辦法說 說不過去啦 所以今年我們在這個總預算的通案 我們也要求增加200億的這個稅入的部分 相信要讓這個預估更準確 第二個在你們政策宣傳上 蘇院長馬上出來說 可以直接發現金 但是主席長這邊馬上打臉說要 等到七年七月歲計剩餘要完成決算 在明年度才可以來用 所以今年的不夠的部分還要先在帳面上舉150 舉在150億來去作為支援才有辦法提前來去發現金 針對這樣子的財務管理 你認為這樣子能夠對國人來交代嗎 我們已經有做了說明 只要過大院特別條例通過以後 我們會用盡快的速度 你們就甩鍋給立法院啦 那你們前面的財務管理怎麼樣 為什麼你們現在是為了民進黨這個九合一敗選之後 再跟人民來去做這個擬平民怨的一個方式嗎 大撒幣的方式嗎 那為什麼你們當時在提出這個政策的時候 不跟人民講清楚 這是七月決算 稅居剩餘的部分進來之後才可以用呢 我們調度是可以調度的過來 只要這個特別條例通過以後 那在帳面上為什麼才要舉债150億 現在讓人民認為說你們是透過這樣舉债再發現金 來回答一下財政部長 跟委員報告一下 雖然是會有舉债 但是最主要是說 我們那個111年的稅跡剩餘 要到等到七月審定以後才能用 那所以會有一個時間的落差 這個我們程序上都清楚 但當時你們在規劃上 為什麼不跟人民就講清楚 一開始就讓大家認為就是馬上可以發 那現在透過這樣帳面上 你舉债發現金 對於現在目前低薪高房價 通膨少子化 國債中屢創新高 今年都要突破6兆了 平均每個國民 都要背負大概26萬元的一個債務 那蔡政府特別於上常態化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非常的嚴重 躲避國會的一個監督 那現在這樣子你們有辦法跟全民交代嗎 在財政紀律上你們說的過去嗎 各位報告其實我們那個舉債 都只是周轉的性質 所以等到七月份 我們自己都是經營產業經營公司 但是在對於我們一般的民眾來講 你政府就是透過舉債來去發放現金 這部分我們希望說你們在政策的規劃上 剛開始的數字預估 你們從一開始的4500億 講到今天4950億 從一開始的這個總統說 這個要請大家共體時間沒有辦法發放 到蘇院長自己說來說要發放 到現在三個部會一千億 還分不清楚到底每個人要爭取多少 經濟部要拿多少 衛福部要拿多少 還有我們的這個勞動部要拿多少 都講不清楚說明說不明白 請問要怎麼審 進來的條例第三條 第九項 其他經營政院合可的強化經濟跟社會任性有關事項 這擺明就是霸王條款空白授權啊 這樣的條文怎麼審 另外我也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那個估算的數字 那個4500億是指的是11月份 就是去年11月份估算的 那我們那個4950億是到12月份的 就是你們拖到現在才變4950億 但是就中央的 12月的時候不算送出來 是因為立委不選嗎 中央的分配的數字來講 還是3800億左右 所以我們現在拿出來的 我想執政還是要理性務實客觀啦 數字的東西真的這個不能夠這樣子來去糊弄人民 我們認為這個部分還是要跟大家講清楚說明白 所以民眾黨的主張非常的清楚有四項 第一個我們認為第三 這次行政院草案第三條第九款的部分 空白授權我們認為這一條應該要刪除 第二個特別預算施行的日期 應該要到2024年6月30就借滿 不應該拖到2025年 我不知道你們要拉這麼長是為了什麼 再來刪除預算的經費 以這個舉借債務之印的法源依據 這個部分我們認為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面對現在國債 債台高主 我們現在所有的建設 什麼建設蓋的最高 債台蓋的最高啦 不應該要去借錢發現金 不管說你是帳面的周轉 還是說你們實際財務的一個操作 都不應該增加國債債留子孫 再來 世代正義的部分 我們現在低薪 蓬蓬高房價 愧對年輕人 我們對於世代正義 不管說是勞保還是我們的健保 對於領得到年金健康有保障 相關的這個提撥的這些比例 我們認為至少不能低於15% 也就是說本次撥補勞健保基金 不可以低於大概是570億 我想這個部分是希望可以來去達到的 當然你們現在這些預算的細節內容 我們都還看不到 所以我老實說這個條文 我們也不曉得怎麼省 現在就是說 到底這些錢大家要怎麼樣來去分配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在經濟部的部分 是不是請王美花部長補充一下 你們現在到底都1000億 台電你們要拿多少 沒有錯 這1000億裡面確實有三個單位 就是勞保健保跟台電的 那這個部分當然 台電的部分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越多越好 那因為這個項目 越多是多少 你期待的數字是多少 這個項目審過之後 500億 我們這個行政部門會確定 三個單位的這個金額拿來 在這邊審查 主席 所以健保加勞保大概是530億左右 所以剩下的470億全部要補給台電嗎 對 就我們三個單位來分這個1000億 對 那你公務預算已經補了1500億給台電的部分 剛才委員也有提 這個錢坑到底什麼時候補得完 兩年5千多億 那你4月要調電價嗎 這個兩個事情 那這個有政府有多收的稅收 然後來那個彌補台電的這個虧損 但是對整個未來的這個電價的部分 在電價審議委員會會中盤來討論 好我想我最後誠懇的呼籲了 我想這個勞動部跟這個衛福部 你們還是要針對這個勞健保的部分 這是世代爭議 你們要極力去爭取 經濟部的部分 我想這是跟整個國家的能源政策 跟產業的發展有息息相關 我希望部長理性務實的 來去正面面對現在目前台電的一個問題 不然這個錢坑永遠補不完 好不好 好那相關的如果有具體的書面報告 再提供一份給本席辦公室 謝謝 好謝謝 謝謝